一敬香 丧起天上圣母庇佑 世界和平 魅州妈祖今生来台第三天 行安到鸿海土城总部 董事长郭台铭率领一级主管 亲自接驾 祭拜祈福 这次魅州妈祖今生 之所以睽違20年再度来台 归功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出钱又出力才促成 鸿海集团成为主办单位 郭董从魅州就一路护驾到板桥 临时行工全程参与 妈祖车巡活动第一天就到鸿海总部 成为此次魅州妈祖来台行程中的 唯一私人企业 这个妈祖 它常常化身 是一个像海上的明灯一样 给你指引这个 公司发各种的这个 船自航行 路灯 所以妈祖就这样给我 有机会的一个明灯 让我们大家能够 领我们的心目 能够清除我们的 进去妈祖的方向 虽然妈祖来台17天行程 郭董因为美国设厂即将开始 无法全程参与 但借着妈祖寻安 郭董派美国投资能起个好兆头 更发宏愿要把魅州妈祖带到美国 从关公到妈祖 郭台铭借着虔诚信仰的支持 更安心打造红海帝国 欢迎新闻 苏云宽 刘亦如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